你看看這些米粉 你聞到嗎? 我在這裡真的聞到一陣很香的米粉味 這裡曾經是製造米粉的農莊 現在是全台灣唯一一個 有關米粉的休閒農莊 新竹的米粉之所以好吃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吹的九江峰 吹到它又有, 又有彈性 但是我們來到這裡 怎麼可以只看別人做呢?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米粉 怎樣做 我手上的這個就是米粉的原料 它叫果團, 是純米製造的 待會我們就會把果團放到機器裡面 然後壓扁就會變成米粉 還有這個就是銅酸 它可以決定米粉的粗和油 你想吃粗還是油? 剛剛工作人員就把果團放在裡面 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動這個紅色的棍子 裡面的東西就會慢慢把果團壓扁 有感覺了 這個是全比較粗的米粉 好有趣, 很有趣, 很療癒 你看它超級療癒, 看它 現在這些手動的機器就比較少 這個就是DIY的我自己做的米粉 好, 我要加速了 我剛剛真的以為它一下 這樣按下去, 它就會… 然後就出來了 原來也是需要一段時間 然後到後面, 還是要用一點點力 才可以令米粉慢慢露出來 我不知道我還有多少才可以壓好 加速 應該差不多了 好,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鴨果團了 我們現在就要拿去刨, 才可以拿去曬 好了, 我們的米粉煮熟了 我現在要做的動作就叫做刨米粉 就是為什麼呢 我現在這裡有一個框框 它有12格 你看到我這些洞洞 就是為了一陣子, 刨完米粉之後 拿去吹乾的時候 可以令到風均勻地吹到米粉 煮熟的米粉就會這樣 一塊塊的, 剛剛蒸完拿出來 我就要把它撕開, 分開 一條一條, 像芝士一樣 分開它 我現在這個刨米粉的動作 是唯一一個手工的動作 接著, 分完之後 然後就把它撕開, 這樣而斷的米粉 跟我的頭髮一樣 但其實它如而斷 表示米粉的分量是越高的 然後停在這樣撕開之後 就這樣屈上去 包著 然後就這樣放進其中的一格 然後那個開口又要向下 它才不會彈起 然後就撕一撕, 撕邊的酥酥 米粉, 放進去 這樣就完成一格了 好, 那我現在呢 我現在要開始繼續做事了 我刨完米粉之後 就是要不拿去吹乾 要不拿去紅乾 我現在就要繼續努力 要做完所有的… 拍完所有的米粉才有東西吃 導演說的 在這裡自製做完米粉之後 你還可以自己煮理吃 我們現在就快點你試試這個米粉 好, 吃飯 新竹的米粉 它會加很多不同的菜 因為新竹人會覺得 那就不用煮其他東西了 我覺得這個口感非常特別 因為它不是你輕輕咬就會斷 它是非常彈牙 你要用一點力才可以斷 而且因為它真的很油 所以跟其他食物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這些純米做的炒米粉 看你夾起來的那種嬌彈感 就知道入口有多彈牙 我也想試一口 吃飽米粉了, 又吹完風 趕快趕快場吧